修腹汁 看到没在剪刀 衣服拿去晒 我知道我这一个为什么长不起来了 你们看 你们看 这个好像被拔出来过看到没有 看到没 这被拔出来过 这个没有 这个不知道是土的原因还是什么 我今天是来修剪 你们看到这里 这个长牙了 这里也长了 上次那一个有个粉丝跟我说 这一个要把它剪 剪到一半吧 剪到一半 不然话他说他那个高度就一直会这样子 所以我要把它剪一下 他说刷描 这一颗长得最好了 因为朋友穿那个泼力笼哈 就是种这个的话不太好 因为那时候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泼力笼就是别人种的 你看到没有 别人种的那个花盆都没有打你 那其他那边我没有去碰它的 那我就看到这一盆的话 那个刚好在这个边上 我就拿来 种在这里嘛 开始剪了 要剪成这样子了 我现在要去买铲粉 我们家附近有一家铲粉 特别好吃 到了 老板 toca吃 牛肉鲜虾 还有 Cond 和猪肉鲜虾鲜虾�助粉 两份 鱼肉鲜虾鲜虾员 对 cell鲜虾鲜虾 对对对 他们这一家是我目前吃过最好吃的餐特 食物 一家是我目前吃过最好吃的餐厂特 好吃 里面有那种蒜的味道 这里是10点半开始营业 每周日古修正 这个是现做的 然后就是鞋比较薄 它有那个它可以外带 然后就是可以打电话订的 然后呢 我自己走路过来买 回去咯 我也是吃了一次 然后就爱上了 相信我吧 因为我之前在广东 然后就经常会吃到这一个产粉 然后上次跟坤哥去 吃了两家那个港式餐厅 里面的那个产粉就没有这么好吃 然后它那个皮没这么薄 就是那个米皮 它那个米浆 然后下去蒸之后 不是有个白白的米皮吗 等一下回去吃的时候 给你们看看 我这一个是猪肉鲜虾 然后你们看 有胡萝卜 有豆芽 还有这个大露妹 还有这个鸡蛋 还有猪肉 然后这样 八十块 然后它这个辣椒酱 是他亲自做的 是老板他 他自己自己做的 他那个有放很多蒜 但是就这么一点点 哈哈哈哈 你这个要准备让它多一点啊 好了 准备开吃 哦 还有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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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虾 我给你看 虾在哪呢 反正还有两只虾就对了 虾去哪了 你这样翻很不雅观而已 都被你翻蛋了啦 没关系啦 看到没 这里 这里 虾 准备开吃 它这个皮超薄的 看了没 看了没 这就是我要找的产粉 知道吧 虽然说 我说在台湾 吃过最好吃的一家产粉 是这家店 是没错 但是它和真正广东的产粉 还是有一点区别 比如说里面的料不一样 还有它的酱汁也不一样 那我把它称之为 改年版的台式产粉 这样OK吗 反正我觉得是我在台湾吃过最好吃的就对了 准备开吃 好 你们看今天周日的这个新大灘条这边 然后有小孩玩那个 那个叫什么 独木舟 坤哥讲错了 这叫蜻蜓水球 他把这个男子这一框出来给他们玩这样 宽哥说会投球 刚刚看到有投那个球 哦 那个投到那个 那里 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呢 我以为他们只是划船这样 后来才看见他们有在投球 当时我就把这个画面发给朋友了 朋友说这个叫做蜻蜓水球 还告诉我说他们是在练习 应该是要去参加比赛吧 小朋友滑很快耶 第一次看见 滑船还可以在水上打球 这个叫蜻蜓水球 火锅 吧 不行 灯 我突然想起 就在我第一次来这边拍摄的时候 有一位粉丝大哥告诉我说 这边会比赛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里 我的记忆已经有点模糊了 那一条留言我已经找不到了 好像是在聊天室聊的吧 应该是那个最早给我推荐来这边玩的那个大哥 这个记忆不行啊 刚刚看到他们划船看到没有 很精彩的感觉小小的船 但是他这一个坐在里面的话 衣服还是会打湿 那今天的天气其实还算是风比较大 也比较凉的这个状态 那他们不冷吗 应该在运动的时候没那么冷吗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感觉就是小孩子他们都 小朋友他们都很棒这样 那后来我们看到这边有在卖东西 所以呢也是第一次看到这边有在卖东西 今天这边还有 在这边的摊位没有很多 但是呢我看到了一个曾经就是我先生跟我讲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冰淇淋 也有粉丝跟我讲过 但是我们想到居然在这里能看到了 而且离我家这么近就在这里 这个冰淇淋应该是很多台湾朋友的小时候的美好回忆吧 但是我小时候吃冰糕的时候呢 跟这个是不一样的 我第一次看到这一个巴布 我今天其实不是冲着他这个冰淇淋来的 而是那个巴布巴布 第一次看到比较好奇 但是也不知道口味会怎么样 你平时周日都在这边卖啊 这个老板也有一点年纪了 应该卖了很久吧 我没有看到他用什么捏的 我很好奇刚刚他是用什么捏的呢 我很想看一下他那个巴布巴布声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声音 我一直在找他的那个巴布巴布 后来才发现就在他的手这里 那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小喇叭是这样捏的 我不知道大陆有没有啊 反正我没有看到过这个巴布巴布这样捏的 那那个巴布巴布还有人在卖吗 就这个就这个 后来老板就拿出来给我看了 那就是这样一个黑黑的球一捏就巴布巴布 那我呢是第一次吃嘛 所以也很想知道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 我印象中的冰淇淋就是我老公在大陆的时候 很喜欢去卖单了 或者是肯德基里面买 也就是像这样的一个造型 我问你啊 你说这个巴布巴布冰是你们小时候 然后走在路上对吧 然后就听到这个就知道要卖冰淇淋是吗 找回小时候的味道 海中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想要找回小时候的味道可以来这里哦 而且没有很甜 虽然我这个是巧克力和蒙古的 一般嗯就巧克力的话会比较甜嘛 然后他这个没有很甜 这样多少钱 这样一个两个口味 三十四股 嗯好香 现在的小孩想要吃冰淇淋 随便去一些便利店就有了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嗯我比较喜欢吃这种冰淇淋就不会很甜 以前还在大陆的时候 然后我老公就跟我说 在台湾听到那个响的喇叭就是巴布巴布的那个冰淇淋 然后今天终于见到了 以前我们那边好像听到这个巴布巴布是不知道卖什么的 我忘记了 反正也会有人按喇叭但是不是卖冰淇淋的 然后那时候我老公还在笑我说巴布巴布 哈哈哈哈 你那时候跟我说巴布巴布是什么 你好像坏坏的家 哈哈哈哈 你手要干什么 给你巴布给你干 哈哈哈哈 你怎么坏啊 你看你看这个 嗯这个是什么果子可以吃了 这个红红的 好看哎 我后来查了一下这个叫越菊 你们看这个狗狗在这边叫什么呀 好激动哦 哇你看这里 有一个像瀑布一样的 这里 哈喽大家好 我是鬼祖雅美 今天我们看完球 然后从中午一直看看看看 然后就看到 对下午差不多四点钟吧 对吧 三点多钟 然后看完了 今天是台湾的中华队 和那个古巴 我看了最后一局 第九局的时候 终于好像得了一分对吧 不是好像就是得了一分 就是一比九 然后 一比七了 一比七了 第九局的时候 然后得了一分 所以我们现在呢 出来这边 看桥 来走走 哇你看那个花好漂亮哎 看这花开得好艳哦 还有这个果 这是什么果 七里香 玉菊 你们看这个是什么果 漂亮哦 这个果应该鸟儿会来吃吧 就是好多那个鸟屎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刚刚那个果子呢 是可以吃的 它好像也是一种香料 还是什么 但是我不确定哦 你看真理 这个水好干净哦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超级喜欢来这边散步 就是感觉很舒服吧 你看我们到了 荒郊野外 其实不是 你们看 他这给你们看这一个下面这个画面 感觉真的就在红椒野外的感觉 后面这一片 他走走很舒服哎 你们看这一片 这一片 这一片都是空空的这片 那草都已经哭了 早餐吃 早餐吃饱 是卖早餐的吧 早餐吃饱 是卖早餐 早餐吃汉堡的意思 哈哈哈哈 还是这个意思吧 是哦 所以你们小时候然后放学 然后就去玩弹珠 然后赢了之后 然后就赢冰淇淋吃这样吗 你赢过吗 你管我赢不赢过 看你屁事 我是来采访一下你啊 你真的是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我不被采访不行啊 哈哈哈哈 那我问一下也不行啊 肯定是没有赢过 所以你才 你才不敢说 赢太多 所以不想说 你屁 你们看 那个水很大哦 你们看哦 你们看哦 南球场都满了 今天看到小朋友在水里面打球 家里面看完打球 然后又来新大大学这边中兴大学 这边来看打南球 都满满的 我还是第一次周日的时候来这边 看超多人 完全就是听到打球的咕咕声 蹦蹦声 咕咕声 蹦蹦声 再去买一个冰淇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酸奶 排队了 看今天有多少人 有这么多人 那一次来就没这么多人 今天是周日就好多好多人 我也来徒步 那里也有小朋友在打那个 蹦球 看完蹦球比赛又来这里看 今天都在看球 这里也有 你看这里也有打蹦球 小朋友打 平日来这边的时候 人没有这么多 但是周日来的话真的比较多 有人在这边野餐 然后有人在这边表演 也有人就是在这边钓鱼 平时就是钓鱼比较多 就真的是很多元化吧 虽然说只是这样的一个 看桥两岸的这样的一个跑道 那后面还有一个学校这样子 但是人们在这里生活 就是很悠闲 很安逸 很舒适的样子 那平日来的话呢 当然没有这么多余乐了 那周日来又有不同 那周日下午来的时候呢 如果不是太热 那还有吃的玩的多好呀 我此时呢就坐在这边 然后听着音乐 看着他们划船 偶尔划划手机 跟着那个美妙的音乐声 然后就摇摆起来 吹吹风 感觉很舒适 很舒服 好了我们要去找晚餐咯 好香哦 这是一家越南人开的店 第一次来 粉茶 虾子 猪肝 个人感觉是还不错吃了 原本以为是台湾人开的店 结果不是 然后有一个这个 茶粉海带 然后一个地瓜叶 我的猪油拌饭 开始的吃 好 好